实在弄不懂,很多朋友几十上百块钱买棵果树亏来 却舍不得三毛钱四毛钱一粒的杀虫药 这个东西保护您家的植物60天,能杀灭几百种虫子 大家好,我是佛沙二花匠 很多朋友养花种果树很舍得去买那些贵家的苗子 尤其是一些稀有的苗子 比如加宝果,榴莲,还有各种苗子 几十块钱的有,几百块钱的也有,几千块钱的也有 但是往往很少人舍得夸四毛钱买一粒这样的杀虫药 这个东西就可以非常有效的保护您家的果树60天的时间 而这60天之内,很多的虫子都不敢来您家的夸盆 即使来了,也会短时间之内被完全消灭 而这个东西的使用还非常的方便,非常的简单 知道为什么我喜欢用这个药吗? 其实这个药的使用还是在半年之前我才开始的 当时发现了一个很特殊的事情 就是我的这一颗无垮果 当时它在长着长着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看到没有 这里有一个伤口 这是前几年修剪之后剩下的一个伤口 这个伤口当时是没有这个白色的粉末的 然后突然间早上我就发现了 这个里面有一个洞 然后爬出来很多很多的蚂蚁小昆虫 然后我就在想怎么回事呢? 原来里面现实了一条虫子 死在里面 我们都知道无垮果最怕什么虫子 就是天牛的幼虫 天牛的幼虫我实在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把卵铲到树干里面 反正它会持续很长时间去吃掉我们的植物的树干 然后在里面不断的成长 天牛幼虫在树干里面是对无垮果危害非常非常大 它在里面是会极大的影响我家的植物生长的 那为什么这个天牛的幼虫在这个树干里面死掉呢? 我实在是没有打药进去 为什么? 因为前段时间在天牛幼虫死的 我发现大量蚂蚁之前的大概一个星期 我埋了一粒这个药到土壤里面 结果那条天牛的幼虫就死掉了 当我发现那个天牛的幼虫没有任何处理的情况 就死掉了之后我就开始用这个药 为什么? 因为前几年我在家种无垮果 我是每隔几年我都要对那些老的果树做手术 很多的果树身上都是伤痕累累的 尤其是在秋天 幻盆幻土的时候经常会发现那个果树身上 有一些洞一些洞 这些洞就是天牛在里面残暖了 而我们唯一处理这个天牛幼虫的方法 就是拿把刀子 把整棵的树干劈开 要把这些幼虫给拉出来 老实说一两条问题不大 但是当你发现十条八条的时候 你得把整棵树整棵的劈开 那想一下对植物的伤害到底有多大 这个东西老实说我不能完全说它能把所有的虫子给杀灭 比如我很烦的果蝇争风 那些会飞的虫子 我就这个虫子这个东西就干不掉 但是对于躲在树干里面的土壤里面的虫子 它就是有很好的一个效果 因为植物会把它吸收到植物的树干 甚至叶子花朵里面 然后当有虫子咬这个叶子的时候 咬这个树干的时候 其实最明显是咬树干 天牛的幼虫是躲在树干里面 它只要肯咬这个毒素就会被它吸收 然后最终挂掉 所以这个东西非常好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赛虫青 也是尽量几年最好的其中一种杀虫药 它是类似性的 食物吸到肚子里面 然后去杀灭那些啃咬的虫子 那这个东西怎么用呢 我们只需要把它打开 然后在瓜盆里面挖上一个洞 然后把这个药给放进去 连那个皮也丢进去 如果你家里没有这个瓶子 你就挖一个洞 埋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平时往这里浇水 浇完水之后 这个水就会把这个药 不断的带到土壤里面去 带到植物根系那里去 根系吸收完这个药之后呢 自然把这个药一路往上运输 运输到植物的每一个位置 其实关于这个药的成本呢 我之前是一直没有算的 为什么不没有算 因为这个东西呢 我是每个月我都会再用 60天左右会用一次 那今天我是简单的算一下 这个药呢 现在是50多块钱买3瓶 每一瓶呢 有40瓶 我刚才算了一下 大概每一瓶的成本呢 在4点 0.45元左右 算了一下 0.45元一瓶 那么如果我们的植物 每个每60天用一瓶 我们一年呢 大概就用5瓶左右 5瓶算起来 是0.45乘以5瓶 一年即使是离一指色的用 也就是2块钱 但是2块钱 我告诉你 不要说买苗子 买一棵不值钱的 买种子可能都不值2块钱 但是您会发现呢 就是这2块钱 能让您家的植物 少受罪 少虫子 少问题 只会越长越旺 所以如果在家有条件 一定要准备一些这个药 您会发现呢 虫子没了 所以养花种果树 我觉得有时候要选择一些 简单的 而且有效的方法 我已经验证过 大家可以放心的去用 好了 今天啰嗦到这里 我是佛山花像 感谢大家 拜拜